我现在正在前往霍尔果斯口岸的路上 路过了我放摩托车的地方 昨天晚上是在拱乃斯这个地方休息的 我的摩托车去年因为疫情原因滞留在了拱乃斯 到现在都还没取出来 这一次出国不知道要多长时间 可能一出去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说不准 我想了一下既然刚好路过这里 我就想办法把摩托车弄出来吧 安顿好再继续前往霍尔果斯口岸 这样的话就没有后顾之忧 因为我放车的那个餐厅 他们四月份是要营业的 他们营业了之后 我的摩托车可能就不太方便 放在他们的室内又会被推出去 就不太好 看一下能不能把摩托车弄出来吧 我再联系一下他们看一看 好冷呀 这个温度可以骑摩托车吗 真的很冷 我现在准备去我摩托车那里 龚乃斯这边渐渐开穿了 山上的雪开始化了 然后这些羊的话是当地的牧民 他们冬天的时候会把这些羊赶往冬季牧场 开圈了之后又会把这些羊赶回到这个龚乃斯的牧场 因为这边是夏季牧场冬天的话都是被大雪覆盖的 我的摩托车就放在前面一点 哎呀这些羊肉串一看起来就很好吃 还没吃早饭呢 在车上住了两天了 这种温度不洗澡 反正人不会出汗还行 但是不洗头真的受不了呀 我找了一家餐厅 然后呢点了两个炒菜 因为我刚好没吃早饭嘛 借用了他们的洗手间 准备在这里洗个头 看这个样子 吃饭和洗头 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洗漱 看起来就好香呀 这是一家川菜馆 哎呦前两天发的视频又被下架了 这会儿边吃饭边在这改视频 我的摩托车就放在这个餐厅里面的 他们现在是关着门的 刚刚联系了一下餐厅的老板 老板是新元县的 然后离拱乃斯有120公里 我跟老板说 我去新元县找他拿钥匙 然后让他邻居帮忙看着 或者是全程给他打视频 我把摩托车推出来 就给他把门锁上 我再把钥匙送到新元县给他 老板不同意 然后他说 他明天自己过来给我开门 这会儿我准备开车开到新元县 再从新元县搭一个车 回到宫乃斯 然后明天他给我把门开开了之后 我再骑摩托车放到新元县去 不然的话两个车没办法同时开 这边的雪已经开始融化了 山上已经看不到雪了 我前几天过来的时候 山上的树 树上都有雪 然后这里前两天还下过雪 又堵车又堵车 路过了拉拉提草原 这里五月中旬之后来的话 特别漂亮 但是这段时间草还没有绿 山上的雪也没有化 来这边的话不要冬天来 不建议在五月份之前来 五月份之前的话 这边确实季节不太好 山上的草都是黄黄的这种 好难呀 又是堵车的一天 前面那几个车又堵住了 到新元县了 找了一个地方停车 这边停好的 挺多免费的停车位 把车就停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我准备坐车再去拱乃斯 明天那个餐馆老板 给我开了门之后 我就骑上摩托车 再把摩托车骑到新元县来